这在桃园 警方他们接到报案说 在街头有两名男子在争执 没想到意外 逮捕到通气犯 原来涉嫌毒品案 遭到通气的男子 他因为债务问题 和朋友就在路边争吵 看到远警走过来 还以为是对方出卖的自己 居然一拳就打在朋友的右眼上 把他打得是眼冒惊心 晕倒在地 打人之后 这名男子立刻拔腿狂奔逃命 警匪追逐有百米之后 最后警方将躲在巷弄中的男子 给揪了出来 将他依法送办